嘿大家好我是MENIKE 叫我一夢或一夢 那今天呢要來介紹一下台版這個月開的美食殿堂泳裝6星喔 會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三隻角色上了6星之後的改變 然後我自己個人的評價在哪些地方用得到等等的 然後呢還會再稍微提一下泳裝的這兩隻抽角上面的建議 畢竟現在有一個復刻池嘛 好那首先呢先來介紹一下泳裝可可蘿的部分喔 那原本的UB呢是補血量最低的隊友血就是單補血啦 那因為勇可是一個還蠻以前的角色這三隻都是還蠻舊的角色啦 所以呢他的整個技能組算是現在看起來有一點不知道在幹嘛的這種感覺 那上了6星之後呢除了多了群步以外然後還有物理方面的BUFF 而且BUFF方面的效果算是非常的好的 那因為勇可這個角色他的一二技放到現在來看會有一點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他那個破防的技能施放的頻率超級低就是補償到會用到的這種程度 然後BUFF的技能就也只有BUFF攻擊力然後呢雖然頻率很高 但是BUFF的量也不怎麼樣就是放到現在來看有點不確定在幹嘛啦 所以他大部分的強度都落在了這個UB的上面 所以你單看這個UB會覺得說欸這個UB好像非常的強勢 但是呢勇可這個角色沒有他這個UB單純看起來這麼的強勢 因為他的一二技相對比較不知道在幹嘛這樣 好那再來來看一下這個分析的部分喔 首先這個理論強度的部分需要補血的場合就有機會可以用到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雖然說他的UB非常的強勢 BUFF的量算非常的多 但是因為一二技的效益相對沒有這麼高的原因喔 在你不需要補血的時候他整體的BUFF能力就會比不上其他真正BUFF比較強勢的BUFF角色啦 所以呢勇可會需要上場通常都是兩個場合 第一個需要補血的場合需要這種群補的場合 那在需要群補的情況下他就是算一個有強力群補中BUFF比較多的角色啦 那這邊指的強力群補是UB開下去然後直接全部幾乎補滿這樣子的強力群補 那不像弓可那樣子他會持續跳補血嘛 那雖然弓可的BUFF能力也很強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你就是需要那種 欸下去之後全部補滿的話 那勇可這個角色就會在補血的場合需要上場 那再來呢就是前跳有奇效的時候 就是勇可的破防技能呢他就會跳到隊伍的最前面然後再跳回來 所以如果說跳到最前面你開UB 或是跳到最前面被BOSS控場的話 那他就會卡在最前面喔 這個是有奇效的啊 就可以跳到最前面然後坦傷害啊之類的這樣就可以少放一個坦克 或是說少放兩個坦克 那就會有這方面的效果啦 在日版其實也已經有出現很多這樣子的打法 好那再來講一下這個聯盟戰的表現喔 我覺得聯盟戰的表現算是比較奇特一點啦 就是side game他有一點貼心這樣子的感覺吧 就是畢竟當初在日版泳裝的這個六星算是一個意外嘛 所以如果說泳裝可可蘿一開的那一個月聯盟戰就超強的話 那大部分的玩家就會要吃女神石把這個角色升上去嘛 那side game他好像有顧慮到這一點 就很貼心的讓勇可開六星的第一個月沒什麼用 然後下一個月超強這樣子 就多了一個月給大家農這個勇可的碎片啦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來說算side game對於玩家的貼心吧 那總之呢他在日版的表現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當初呢在這個日版看過一個月的聯盟戰的表現的我的那個介紹呢 我會覺得勇可這個角色沒有什麼出場的空間的原因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side game的這一層貼心的關係 那在這個side game的貼心的這個緩衝時間過去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可以坦然後可以補然後出場率還蠻高的一個角色 因為聯盟戰最近幾個月日版很常發生那種boss的傷害還蠻高的場合啦 那就真的是還蠻需要坦克跟補血的 那勇裝可可蘿的出場率就還不錯 幾乎每個月都是有派上用場的 那以現在來說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角色升上六星可以先放專武一等 那之後有需要呢再提升就可以喔 因為之後會有那種場合是勇可需要坦然後有可能需要更高的專武的啦 所以你就先放一等然後之後看需要多少再升上去 這樣會是最保險的做法 那如果已經升上去的話就吸到能用這樣子啦 好那再來來看一下PVP的部分 那PVP來說的話呢進攻算相對比較常用啦 因為防守的話他前跳如果被控場就很容易死 所以相對算比較好針對一點啦 那進攻的部分是會比較常用的 那進攻來說的話呢就是在補血的同時有物理的buff 就是如果說你用一些陣容是對方的那個陣容會先打你一波的傷害 然後你就可以勇可補一個血 然後呢之後再反殺這樣子啦 所以在進攻方面在特定的場合還是派得上用場的 所以聯盟戰玩家PVP玩家都是可以第一時間把這個角色升上六星的 再來呢稍微提一下這個推圖推塔跟地下城的部分喔 那補血角色其實算是強勢的好用啦 尤其是你如果等級還沒有很高 然後再打這個主線的圖 再打這個露娜塔前面的層數 然後呢再打地下城的時候呢 補血角色算是相當重要的 尤其是在你要打焦土戰之類的 或是你的角色比較不齊全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會需要一個相對比較強勢的補血 那泳裝可古羅六星呢他就算是一個非常強勢的補血 而且在補血的同時還可以獲得物理隊的buff 然後活動又可以免費農到 所以這隻角色算是全方面的推薦大家可以取得啦 那因為你要把這個角色農上六星 就算是說他在支線然後你可以隨時去打 但是支線的那個Hard的關卡 畢竟是有每天的次數限制的嘛 那你要把這個角色農上六星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那你現在就算是一個還不太了解這個遊戲的新手 那農這個角色然後把它農上六星的時候 你也差不多到了可以很頻繁的使用這個角色的時候啦 所以算是全方面的推薦大家可以弄一下 然後升上六星這樣 好那再來呢來看一下這個泳裝佩可的部分 那泳裝佩可原本的UB就是範圍的物理傷害 那上了六星之後呢除了傷害增加以外 然後還會有增加物攻的效果 那增加物攻的效果呢跟這個新年凱流一樣喔 會看UB的傷害然後而去增加 可是他有設一個上限所以不會像新年凱流一樣瘋狂的堆疊 但是呢他就一樣是要稍微堆疊一下這個UB的增加傷害 然後才可以達到最高傷害這樣子的一個性質 那泳裝佩可他其他的技能一個是吃剉兵然後會加攻擊力 然後降自己的魔防 然後另外一個是稍微推一下這個樣子 這樣推一下的效益現在還好啦 那吃剉兵的話加攻擊力加算蠻多了 也算是這個角色的一個核心技能 好那再來看一下這個理論強度的部分 因為UB的傷害增加然後再上說UB有加攻擊力的部分啊 就是當初這個角色出的時候 我有做過一個評論是他潑出去的那個水好像潑鹽酸一樣喔 直接把角色都融化了 那就是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那再來呢因為他是六星再加上說這個佩可還有其他隻佩可會加血量啊什麼的 所以本身的坦度算是還不錯的 站在守衛坦的用法是蠻不錯的 但是他的缺點在於說UB的攻擊範圍以範圍攻擊角色來說相對沒有這麼大 所以呢 你要把他就是你要希望說他可以去打到盡量多的人的話 會需要稍微看一下配置啊 你可能放了一個比較前面的坦克 或者是對面有一個控場的角色稍微推了你一下 那你就打不到對面的其他角色啊 那這個也是在PVP的一個需要注重的地方喔 就對面可能會有一些會推一下的角色 像新年某一位之類的那你就 要盡量避免有裝佩可被他推一下 然後你可能被推一下然後就 UB就破不到中位了這樣 好那再來看一下這個聯盟戰相關的表現呢 聯盟戰來說的話多目標王的出場率算還蠻高的 只要這個月有多目標王 那他上場的機率就算是有 那當然有的時候會是法隊的天下 那法隊天下的話就是公主優衣的天下 所以這一點就不一定 只是有多目標王的話 上場的機率算蠻高的 但是呢 因為打多目標王的時候 你使用的角色 有機會可以租 這是第一個點 有機會可以租 然後第二個點呢 是之後如果出兩刀法刀 出一刀物理刀的話呢 那租這個泳裝佩可的機率 其實也算還蠻高的 那你完全就不打那個多目標王 你打其他四隻其實也還算OK 所以呢 我會覺得聯盟戰的話 你要避開這一個角色 是算相對沒有這麼困難的 那當然你有這個角色 三道的搭配一定會更舒適啦 所以就有的話當然好 但是沒有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避開 那PVP的部分的話呢 算是強勢好用啦 畢竟UB的傷害非常的高 然後本身的體質也還算不錯 在部分的場合可以不用思考這麼多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範圍角色這麼容易倒 但是他也不到無敵啦 就是泳裝佩可可以拆的陣容 通常你還是可以用其他的範圍角色去拆啦 所以就是PVP好用 但是你真的沒有的話 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因為最麻煩的地方在於說 PVP的話 大部分的主力角色是要等級突破的 那泳裝佩可如果要等級突破的話 對負擔非常的大 那女生時的負擔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這一點就是再看自己的資源量考慮 好 那再來呢 來看一下這個推圖推打地下城的部分 在這個 這些場合呢 比較容易遇到範圍太小的問題啦 就是 對方如果有這個四肢的那種圖 然後站的比較散的話 那你有可能 UB會打不到所有的人 這個算是一個硬傷啦 那雖然說 上了六星之後 然後 那個推圖然後推塔 算是相對容易 然後呢 打這個兩三目標的時候 會強於公主靈 然後打四五目標的時候 跟公主靈差不多的強勢 所以呢 呃 台版現在快要開這個 一差五的地下城嘛 那一差五地下城 它剛開始會是超多目標 然後越打越少 跟一差四一樣 所以呢 第一個階段 你就可以先用公主靈 然後砍一下 然後公主靈砍到目標減少之後呢 再用泳裝佩可砍一下這樣子 可以造成還不錯的傷害量啦 所以在各種場合其實是派得上用場 但是 呃 就像剛剛提到的啦 你要想要避開這個角色的使用 也是OK的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呢 是這個角色你要把它練起來 需要的資源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除非你有很多石頭 可以去抽這個復刻池拿碎片 不然 你就要吃非常多的女神石 算是一個女神石怪物啦 專武要升 然後這個星數要升 然後打PVP要等級突破 所以很難去那個啦 就對就是這樣 那抽角方面的建議呢 就是各方面都使用的到 但是都有機會可以避開啦 所以這一個的話我就會覺得有 當然好 那資源很匱乏的話 就要稍微考慮一下這一點 那台版的話呢 台版的人體練成是可以練到8月4號啦 所以你在8月4號之前呢 可以湊到145片 這個角色的碎片的話 也是可以直接練出來的 包含說這一次的抽池也好 包含說大師商店慢慢換也好 在8月4號之前 如果湊得到145片的話 也是可以直接換出來 那有碎片的玩家要記得換 只能換到8月4號喔 好 那最後呢 是這個泳裝凱流6星的部分呢 原本的UB是單體的魔法傷害 在上了6星之後呢 會多一個追加傷害 然後呢還會有這個破魔防的效果 那雖然說追加傷害是 對方身上有破魔防才會追加啦 可是你一般的法隊 對方身上很難沒有破魔防啦 所以呢這個追加傷害幾乎是必發 那就是會有兩段傷害 然後還會再有破防這樣子 那這個泳裝凱流呢 他其實算是一個聯盟戰大殺器 因為他的係數真的是蠻低的 那需要靠BUFF 你要用BUFF瘋狂的堆疊 然後呢他才可以打出還不錯的傷害 所以他的核心是在於 規避大傷盾喔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要堆疊BUFF的話 你拿去堆疊係數更高的角色 那傷害不是更高嗎 對不對這很合理嘛 因為你加一點魔攻 然後泳裝凱流就加8的攻擊力而已 但是你加其他的角色 可能加10幾這樣子 像這個公主凱流會加14 所以你那個去加那些係數更高的角色 效率一定是更好的 但是在聯盟戰還有一些特定的場合 是有大傷盾的 所謂的大傷盾就是 你的傷害高於85萬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LIMIT的函數 去減免你的傷害 也就是你就算可以打到這個 500萬600萬傷害好了 最後也會被這個LIMIT的盾 限制在110、120萬左右 就沒有辦法再高了 所以你的那個BUFF再上去就是浪費 就是浪費掉了 那物理隊現在的思維邏輯就是說 我再去放更多的輸出角色 就我不要這麼多BUFF 那我每一個角色都是 可能打個60萬80萬這樣子 不要被大傷盾制裁 但是我每一隻角色都有一點輸出 然後我每隻角色的傷害加起來 整刀的傷害就高 所以物理隊現在比較傾向於這種打法 那法隊呢現在的打法就是這一個泳裝凱流啦 就是我一樣瘋狂的堆疊這個魔法攻擊力 把魔法攻擊力堆疊到超級高 但是呢因為我泳裝凱流的攻擊係數比較低嘛 然後他又是兩段傷害 所以他兩次的大傷盾是分開來計算的 那最後呢我一次UB就可以打到接近200萬的傷害 在這個BUFF堆疊起來之後 所以呢就比其他的角色打一次才120萬 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量啦 那這個就是 就是有段凱流上有六星之後 一個最主要的使用場合喔 那實際表現上來說的話呢 聯盟戰的表現算是非常的優秀 但是也只有聯盟戰用得到 就是在打有大傷盾的單體BOSS 有機會會用到 所以之後如果說 SP關卡出了一個有大傷盾的王阿 或者是露娜塔出了一個有大傷盾的王 那也是有機會可以用得到啦 但是他就是一個針對大傷盾的一個角色 那就比較更新年4的話 或者是這個美效 就是之後會出的舞台美效 稍微有一點綁定 因為他們的加攻擊力的部分算是加還蠻多的 然後你用這個泳裝凱流的話 你就是泳裝凱流為主嘛 所以你所有人都是幫泳裝凱流BUFF 然後其他人就隨便這樣 其他人就是破防跟BUFF 大概就這樣 好 那再來呢來講一下這個抽獎建議的部分喔 如果說你最近這幾個月要打聯盟戰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是必抽的程度喔 就你一定要這個角色 因為最近這幾個月的法隊 我覺得 我不敢說100% 但是99% 是一定要用這個泳裝凱流6星的 所以你最近這幾個月要打聯盟戰的話 就必抽 但是如果你最近這幾個月沒有要打聯盟戰 例如說你現在等級還很低 你現在才50等60等這樣子 或是說你就不打聯盟戰 聯盟戰你就隨便 的話 那就不一定要 因為他在聯盟戰以外的場合 就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所以他這幾個聯盟戰專職的角色 那如果說你最近要打聯盟戰 那就必拿 那如果說你半年內不太會打的話 那可以考慮下一次復刻的時候再拿也是OK的 那碎片對壞的部分呢 一樣到8月4號 所以呢你在這一個復刻值 抽到碎片 抽到145片 或者是135片 然後在大師商店 稍微換一下這個角色的碎片 就可以把這個角色直接換出來喔 但是只能換到8月4號 所以8月4號之前要記得把那個碎片兌換出來 不然就浪費掉了好不好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個泳裝的三隻角色喔 畫了一些篇幅 然後講了一些各方面的使用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了解 然後以及知道說這個泳裝的這一池自己要不要抽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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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集團 的集團 有一個 HELP 如果下一個集團 我們下一個集團